引拍不是拍形后仰 感情一般不要去变 比方说你引拍 你可以斜着往后去引一点 引拍和拍形的关系 我想去引拍的时候 调整我这个机球的角度 比方说我想拉到球的这个位置 我就冲着这个位置去引拍就行了 明白吗 我不要平着引 或者我不要这样横着引 你要去对着这个球的中下部去引拍 不要后仰 摩擦球是要蹭这个球的 是要蹭这个球 你看这样去蹭它 它才有摩擦 它才会转 你光这样 等于是把球这样翻过去的 拉球的瞬间是要抓板的 你一抓这个板头会上来 你就更好能够用板头去发力 这不要压攀 大家不要去刻意的去追求你板形的角度 因为什么 乒乓球这个球 它的弧线是有高低的 这个球它不可能永远都是一个弧线 如果永远都是一个弧线 你可以把你这个板形直接固定死 但问题关键是 它这个球的弧线永远都不会固定死 这方给过来的球 总有弧线高弧线低 那你这个拍形是不是总得这样晃 打球的时候就不稳定 动作就容易变形 比方说上眼球我打球这个中上部 这个球弧线过来 我就拿我的引拍去找它这个中上部 你不要拿这个拍形去找球的中上部 为什么有的人他说他打球 我有时候翻着出去了 对不对 有些人容易这样打板边 为什么 就因为你板形总是动 你不去调整你的手 因为按照我自己拉球的话 我不用去调板形 我抓板我就能 我就能把这个球拉过去 磨球我基本上都靠抓板调整 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竖直 让你去这样去调整 打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